接著帶您來看到華林縣政府重視在地基層的聲音 宣長徐正衛率領縣府團隊召開113年度各鄉鎮市基層政令宣導座談會 11月4號來到了光復鄉萬榮鄉來座談 除了宣導各局處重要政策與規劃 也針對鄉鎮提案來逐一回應 華林縣政府重視在地基層聲音 徐正衛率縣府團隊召開113年度各鄉鎮市基層政令宣導座談會 10月4號來到了光復鄉的座談 除了宣導各局處重要政策以及規劃 也針對鄉鎮提案逐一回應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 現在這個南回無論是我們的鐵路也不通 還有公路也不通 我們現在雖然台風過了還是孤島 還是沒有正常的交通 我們真的何其可悲 不過現在在轉回來 我們自己現在的基礎建設我們繼續努力 其中大華村長曾天倉針對環山道路 西側斜山坡的土石高過於擋土牆 每到了下大雨 土石就會滑下流到路邊 溢到馬路上很危險 希望縣政府協助處理 擋土牆每次大雨就土石跟著流下來 流到水波但是四處就是數十里 影響人車交通行使不方便 很危險 建委協助相關單位增建 加高防土牆 低高生活性用不停資 他的位置組如土豐面 還有上游跟下游 我想今天一年一度的基層座談會 現場請各位村長來 所以村長應該會很感動 因為很多村長建議無所不作 因為我們沒有錢做 所以一定要很多的建設 很多計畫一定要靠我們縣府 中央單位各位君主的幫忙 我們才可以做一些建設 縣長也責成相關單位負責會刊 儘快來處理 另外其他村長也都針對各村里道路 以及建設各個提出建議案 許正位足以聆聽 並且當即指示相關局處 儘速了解地方需求 協調公所或中央駐地等 有關單位辦理實地的會刊 共同來為民眾解決問題 讓市政府和民眾所需 記者高雙雙張明泰 光復香採訪報導 您覺得問題有關關於 你真的不知道 解決問題 這裏是非常中央駐地的 研究到 至少